现在是9月中旬多伦多 这是我养了好几年的球篮 是朋友送的又开花了 从去年3月份开始 好像是每两个月非常准时开花一次 这次开花呢 打破了这个每两个月开花的规律 我觉得打破规律的原因呢 有两个 第一个是经常时间长太长时间的开花 连续开花精力耗尽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把它放在院子里的话 浇水浇的太少了 过少 不是说为了见干见湿 而是真的忘了 浇水太少过于少的表现是什么呢 它的叶子蔫了 当然了 没有比较 没有严格的各种数据 都是瞎猜的 这个大概是三年前 四年前朋友送的 送的时候比盆稍微小一点 后来中间 可能第二年吧 换了稍微大一点点的盆子 也就是说 它在盆子里头有至少三年的时间了 估计这里头 根非常的紧 这也是它开花的原因之一 促使它开花的原因之一 根一定要紧 这是第一个原因 再说第二个 促使它开花的方法就是 浇水渐干渐湿 一定要是干透了 像这个 它已经完全炸好根的 一定要等它干透了以后 完全从上到下摸起来 干得非常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也硬邦邦的 干透了以后再浇水 你可以从上到浇一点 或者是把它泡在水里头 第三点就是有一定的光照 如果太暗 它非常耐阴 这个完全没有太阳直晒 它也能存活 但是如果有太阳晒 才能保证它开花 夏天呢 就是放在朝东的院子 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段日照 不能太强 太强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晒伤 冬天也是朝东的窗户 也足够了 冬天也能不断的不停的开花 关于上肥呢 也是想起来就给它上一点水溶的 缓室的 像这个盘子啊 这缓室也放不住 以前是把它掺到土里头 夹在土表面 但是我的观察呢 上肥啊 永远不是促使开花的第一个条件 开花不断 还有一个小技巧 这也是从别人那儿学的哈 好几位网友提醒我 你看它这个这条枝啊 这只花枝不是叶枝 花枝招展 这个花枝已经开过 一二三四五 可能开过五次花了 你看每一圈就是开了一波花 所以这个开完花以后 我以前开完花以后 从这就批击给它剪了 不能剪 要留着这个花枝 英文叫它Paducco Padunco 看看这个开花呢 也是在老的Padunco上 开的花 但不是每一个都能不停的开花 你看这次这个就没开 而且它要开花 一定先长这个 所以你这一枝一长出来 你就能马上判断 这个是不是会开花 它不会在已经有的这个节点上 长个花枝出来 一定是新长出来 长出来这一枝的时候 这就能看那个小妞妞 使用同样的方法 这是它原来牵插的 也是牵插了好几年 两三年 你看这新枝上就长出花枝来了 这又是另外一个品种的 球兰也养了两年多了吧 仔细看 看看这儿 这就是它的花枝 非常期待 顺便说一句 它长得越快 就越容易开花 像我这个就是普通的室内养殖 长得相对较慢 如果要是有生长灯 加上生长温室的话 长得快 一年之内就有可能开花 当然了 不同品种的球兰 它对生长条件要求也不一样 开花的条件也会不一样 大部分都能满足这个 大部分和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开花的 和这个品种 这都属于容易开花的品种 看看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品种 小芳叶子的 你看 它要开花长出这么长一枝出来 这就是它的花枝 这一盆去年冬天开过花 看看这就是去年冬天开花 剩下的花枝 但是可能生长条件有限 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它没有第二次开花 也很期待 看看这个 这也是它的花枝 这是小细叶子的品种 这又是一种 你看它花枝 长得不少 这是很大的一盆 这买来说就这个盆 挺大的 长得也很大 去年买的时候 去年冬天买的时候 就是带着花买的 但是家里的条件和它 原来在温室条件不一样 买回来以后 开完花 这个花枝就掉了 老的花枝就掉了 这是新长的枝 新长的花枝 看看 这是花心求来 也要开花了 这么点点花枝 等到它开花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球狼开花有一个半小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它容易留花蜜 我这个还没有明显 不是很明显 但是有的时候跟它生长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它留花蜜会低到一地都是 第半个 还有半个缺点 就是它有香味 对于喜欢的人 像我来说 它的花香越闻越香 但是普通人闻上去可能 就是有一点刺皮的味道 也就是说它的香型 不一定被所有人都接受 当然了 不同的品种 它的香型也略有不同 好了 球狼开花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时珍加球狼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 这是感化原因的频道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